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 点击订阅频道 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迪丽热巴转型成功了 《公诉精英》之后 她又有一部超棒的新剧上映 在转型路上越走越远 迪丽热巴成为了一名 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演员 不久前 她领先女主出演的电视剧《公诉精英》 已经改名为《公诉》即将上映 同时 她也开始接拍现代剧 积极探索新角色 最新的电视剧《碧见玫瑰》 也已经开始筹备 热巴又一次挑战自我 成功入围主演阵容 可见她在业内地位愈发稳固 之前 迪丽热巴主演的古装剧接连不断 但她却因为不适合古装造型 而受到了一些质疑 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后 热巴开始了转型之路 《公诉精英》是她第一次出演现代剧 题材十分严谨 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 热巴在剧中的表现 获得了业内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如今 热巴已经接到了新剧《碧见玫瑰》的主演 剧本研讨会也在贵阳成功召开 表现出了她对新角色的高度重视 《碧见玫瑰》是一部当代涉案题材的电视剧 女主角为了找出男主死亡的真相 一心想要进入禁毒支队 在解救婴儿人士的时候大放光彩 后面成了打拐办代理主任 后面在多次打拐行动当中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亮眼的成果 通过自己的实力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将一个个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同时 男友被害的真相也浮出水面了 女主角的高光 时刻围绕着这个优秀的女警员展开 这也给了迪丽热巴大展演技的机会 通过不断地揭拍新角色 热巴已经在转型的路上越走越远 虽然圈中演技出众的人很多 但是她一直在努力 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实力 获得观众的认可 我们期待着迪丽热巴 在演艺道路上的更多精彩表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与点点栏目